有智的化眉鸟,还有饲养的价值吗? 俗话说,单智大,双智交。 烂智无人道,说的就是当了智的化眉鸟,但是对于鸟有而言。 化眉鸟长的智,往往是摇头离去,难道有智的化眉鸟,就没有饲养的价值吗? 其实吧,化眉鸟身上的智并不是智,只是它眉毛上的黑点,因为看上去像是智,故而被人们称之为是智。 而根据智的不同分布,例如说,化眉鸟左边长了智,就是左边单智,右边长了智就是右边单智,左右两边长了对称的智,一左一右一共两颗,就叫做通智,而如果左右两边的智不对称,就叫做塞智。 而如果长了两颗以上的智,就叫做烂智,像是上面这一句化眉鸟俗语。 说的是,单智的化眉鸟能打,双智的化眉鸟能叫,烂智化眉鸟既不能打也不能叫,没有四样的价值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并不是的,因为在实践之中表明,化眉鸟通智会比善智要好,左边单智的会比右边单智的要好, 右边单智的右比塞智要好,而烂智化眉鸟嘛,也有鸟友表示,化眉鸟的智越少越好,化眉鸟长的智对于观赏价值带寥寥极大的负面影响。 但是也有鸟友觉得,化眉鸟无论长不长智,其实和鸟的好坏并没有什么影响。 在很多打鸟饲养者当中,也不乏有长了烂智的好鸟,化眉鸟能不能打能不能长,并不是看它长了多少只,或是长不长智所决定的,当然。 也有鸟友表示,这一句俗语其实说的不是化眉鸟长几颗之好,而是这越少的化眉鸟越好,化眉鸟不长智最好,关于这一点。 其实还是看鸟,因为对于更多的鸟友而言,化眉鸟就算长得好看,也不一定能打。 缘分很重要,鸟友的养工也很重要。 不而饲养化眉鸟,不要因为化眉鸟长了只,就贸然地判断它没有饲养的价值。 实际上化眉鸟能不能打,人的养工四分,鸟的资质两分,性格三分,缘分一分,化眉鸟能不能打。 单单是依据一个质就判定的结论,实在是太过荒谬了,你不好好养着它。 好饲料喂着,怎么知道它能不能打呢? 不而遇到一只化眉鸟。 如果它的整体配置不错,长了质也是可以试意试的。 鸟友的养工才是化眉鸟能不能打的重点之一,实践意识看鸟的最终绝招。 单单论外表,并不能断定化眉鸟的前途。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,希望红哥的视频对各位鸟友有帮助。 谢谢各位朋友的双击加关注。